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来敬拜这位荣耀的主 我只愿能更多亲近你 以为在你同在你 更贴近你的心意 我只愿能全心依靠你 永远不离开你 是你赐给我生命清醒 赐给我温柔的心 让我的全心相信 世上无人能够取代你 一生只愿为你 是我献上自己 成为爱的器皿 来完成你之意 一生永不放弃 是我献上自己 从作造我生命 谁叫我黎明地 我全能只为你 一生只愿为你 我只愿能更多亲近你 我只愿能更多亲近你 以为在你同在你 可以贴近你的心意 我只愿能更多亲近你 我只愿能全心依靠你 永远不离开你 是你赐给我生命清醒 赐给我温柔的心 让我的全心相信 世上无人能够取代你 一生只愿为你 是我献上自己 成为爱的器皿 来完成你之意 一生永不放弃 是我献上自己 从作造我生命 谁叫我黎明地 我全能只为你 神只愿为你 兄姊妹 早晨当我们再次来到神 面前敬拜神 神不要你的其他所有的 神要的是你的心 神期待你更多的贴近祂的心 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每次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神 带着一个敬畏的态度 靠着神 在祂的宝座前 伏伏敬拜 我们对祂说 主啊 我敬拜祢 让我心与祢静静相依偎 在我们的敬拜里 神享受我们与祂的同在 哈利路亚 祝我献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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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ạnh祝你 祝我献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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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所造我生命 指教我祢命定 我全能只为祢 求我协商自己 成为爱的爱情 来完成祢的基础 一生永不放弃 祝我协商自己 我协商自己 求所造我生命 指教我祢命定 我全能只为祢 求我协商自己 成为爱的基础 来完成祢的基础 一生永不放弃 求我协商自己 求所造我生命 指教我祢命定 我全能只为祢 一生只愿为祢 祝早晨孩子们 祢的儿女们 再次来到祢面前 祢我们敬拜祢不是一个行事 祢我们敬拜祢 没有任何疑问的旧样 我们只知道 当我们在祢面前 服服敬拜的时候 我们不单单 我们不单单是为了逃祢的喜悦 可是在我们的精华里面 生 祢深深地触摸我们 主啊 当我们的心被祢触摸 满足的时候 主我们所求的就是 祢的满足 就是祢荣耀的同在 主啊 让我们贴近祢的心 单单贴近祢的心 谢谢主 哈利路亚 是的 谢谢主 主 谢谢祢带领我们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 主啊 祢总不撇弃我们 主啊 祢爱我们 真的是吸引我们一生来跟随祢 我们真的愿意 愿意天天来亲近祢 与祢亲密同行 与祢同行 主啊 帮助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地来爱祢 用我们全心全人来爱祢 主啊 我们可以爱别人 是因为祢先爱了我们 主啊 感谢祢 感谢祢 让我们成为祢爱的亲密 是的 主 谢谢祢 拣选了孩子 成为祢的子民 主啊 真的谢谢祢 祢磨碎我 主 祢使用我 主 祢差遣我 主啊 祢让我在主里 真的是有满足的平安跟喜乐 主 谢谢祢 让我们真的是走在主 祢为我们预备的那美好的道路 主 我们真的是要一生来跟随祢 亲爱的主 早晨 我们把自己再一次的献给祢 主 愿祢愿你悦纳我们 主 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想把自己贡献出去 想要去爱人 想要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投入 别人的生命里 或是一个团体 一个公司 一个公司 一群人里面 我们还不一定会被悦纳 不一定会被明白 不一定会被接受 但是亲爱的主 谢谢祢 谢谢祢 祢愿纳我们 谢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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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开祢的双手 把我们紧紧地抱在祢的怀中 还称呼我们是祢所爱的 谢谢主 主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祢 是何等美好的事 何等美丽的事情 谢谢主 谢谢祢 这位尊贵的主 谢谢祢 这位圣洁的主 谢谢祢 这位荣耀的主 愿纳我们 听我们早晨在祢面前的敬拜 与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感谢神在这个蒙恩的早晨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马拿 愿神透过祂的话语 赐福给我们 我们今天读的是 《创世纪》第22章 第一节到第14节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去 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凡祭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背上驴 带着两个仆人 和他儿子以撒 也披好了凡祭的财 就起身 往神所指示 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 亚伯拉罕举目 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凡祭的财 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 于是二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 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 我儿我在这里 以撒说 请看火与财都有了 但凡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 我儿神必自己预备 做凡祭的羊羔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在那里竹坛 把财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以撒 放在坛的财上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 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 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取目观看 不料 有一只公羊 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 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 献为凡计 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 起名叫耶和华以乐 直到今日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 必有预备 是的 这是神给亚伯拉罕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 信心的考验 我想很多人的人生里面 特别在信仰的事情上 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 献以撒的话 可能他的信仰 还没有走到最深处 在这个经文里面 上帝要试验 亚伯拉罕的信心 因此在第二节的时候 神说 在西伯来原文里面 有一个字 在我们中文里面 没有被翻出来 第二节应该是这样 神说 请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区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反击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试验 这是每一个真实的 与我们的主走天路的人 在他一生中 一定会遇到的 一个信心的试验 也是一个最深最深经历神 经历这个信仰的一个场所 因为是这么大的试验 因为是这么重要的试验 因此神在开口的时候 就加了一个请字 你想一想 创造天地的主宰 同管宇宙万有的神 竟然对一个受造的亚伯拉罕 说请 这已经是在上帝 带领亚伯拉罕 信心之旅里面 第三次跟他说请 这个字 前面两次 都是在非常重要的 信心考验的时候 这位荣耀的主 尊贵的神 竟然对亚伯拉罕说 请 请你好好听 有没有那种经验 你想跟一个人 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希望他静下心 来好好听你说 你会请他坐下 预备一杯茶 然后可能会牵着他的手 很慎重地告诉他 这时候耶和华 所做的动作也是一样 他说请你 请你听我 接下来要告诉你的话 就是你要带着 你所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儿子 要把他杀了 现为繁迹 全部把他烧了给我 弟兄姐妹 什么是你的独生儿子 就是其他的都不算 只有这个算 其他的你都可以夺走 只有这个神 你不能拿走 这叫独生的 就是只剩下他不可以 什么叫所爱的呢 你想想亚伯拉罕 这25年来 从神开始应许 他要给他一个儿子开始 过了25年 他才得到以撒 他是用了多少的泪水 多少的等待 多少的折磨 多少次信心的抉择 终于换来的 这个他所爱的以撒 而神今天竟然说 要把他献给我 什么叫亚伯拉罕献以撒 其实就是亚伯拉罕 献亚伯拉罕自己 因为他一生所爱的 一生所努力的 都结晶成这个以撒 繁迹呢 是在旧月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迹 因为他首先要求你 要带一只动物 这只动物就代表你自己 就如同以撒 就代表亚伯拉罕的 一生努力的结果 亚伯拉罕一生所追求的 所寄托的 所得到的全部 就已经在以撒的身上 神要亚伯拉罕带着以撒 把他大谢八块 反击就是把这只动物 切了许多许多块 全部把它铺平在祭坛上 全部烧了给神 很多的祭里面呢 很可能祭司跟献祭的人 还会分到一些肉 但是唯有繁迹 是全部全部都要烧给神的 你一块肉都吃不到 什么叫做把你的以撒 什么叫做把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儿子 做的繁迹献给我呢 就是把你生命中你最重要的 你唯一拥有的梦想 你唯一拥有的骄傲 你唯一拥有的生命的成就 你唯一拥有的生命的这些 努力的目标 它就是你的以撒 神说来啊 把它献给我 这就是亚伯拉罕现在所面对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谁是你生命中的以撒 什么是你生命中的以撒 神为什么要你献生命中的以撒 而我们如果不把以撒献给神 那这个以撒会怎么样呢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以撒献给神 那这个以撒又会怎么样呢 以撒有没有献给神 有什么差别呢 弟兄姐妹 这是今天早上神要教导我们的 也是神要鼓励每一个 真实的在走天路之旅的人 一定会经历到的一个献以撒 其实就是献你自己 献你自己里面的你自己 那个去无存经的最后的你自己 有这种经验吗 一定有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喜爱阅读的人 从小长得又瘦又小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只有139公分 瘦瘦小小的 运动什么样都不行 因此我从小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阅读 我成天就喜欢读书 喜欢念书 不是为了考试 而是我享受在阅读和研究的这种乐趣里面 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 我太太常常抱怨我 她说你为什么要娶我呢 你娶书就好了 你把我娶进来都不理我 你成天都在念书 你为什么要娶我呢 因此阅读 做研究 一直是我生命中很大很大的兴趣 很大很大的寄托 很大很大的梦想的国度 我不断地跟我自己讲说 主啊你使用我 这个喜欢阅读的人 喜欢思考的人 可以把我摆在研究的领域 可以把我摆在神学的领域里面 让我在这个地方 一生默默地服侍你就好 这是给我最大的乐趣 但是在我人生40岁的时候 神让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来回应祂的呼召 就是让我离开了 我原本自己所梦想的道路 而接下了教会的行政的工作 在40岁那一年 我仿佛第一次 把我生命中的这个以撒 把他献给了神 因为我要来回应神的呼召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生中的以撒只有一个吗 不 你的以撒会有好几个 因为每一个阶段的以撒 都是你自己 你自己生命的投射 我记得 就当我接下教会的行政工作 两年之后 神就吩咐我 要带领弟兄姐妹 起来建新的教堂 这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 因为它必须耗尽我 所有的体力和精神 在这个事情上面 不论是设计 不论是为建教堂而募款 常常奔波 常常为此劳苦 有一天我就跟神说 主啊 难道我这一生的岁月 我这个四字头的人生 我今年44岁 主啊 难道我这个最宝贵的 最成熟的四十几岁 我就要奉献给一堆钢筋水泥吗 难道在我的眼中 我这个读书人 难道我就抵不上这一个钢筋水泥吗 主你所有就有 你命力就力 你可以呼召其他人来做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只喜欢窝在这个书堆里面的人 来做这样的事情呢 主你是不是错误的呼召 但是我觉得神非常的爱我 祂也非常的幽默 祂透过这两年 在这个建造教堂的过程里面 祂让我的生命更多地看见祂的心意 因此反而使我爱上了这一个使命 让我全心地领受这个建堂的呼召 因此我非常的感谢神 可是有一天神又挑战我 祂说玉冥啊 如果有一天 这个好不容易盖起来的堂建完了 我要你再一次地把它献给我 你愿意吗 它成为你第二个被献出来的以撒 你愿意吗 甚至有一天如果我找人接替你的位置 而你没有办法来享受这个成果 你愿意吗 甚至我有哪天可能拆判你去宣教 你愿意吗 弟兄姐妹 我又经历了第二次 要去学习献上以撒 献上我的安全感 献上我这一生努力的结果 真实的信仰 信仰的深处 就在于每一个人去面对 为什么神要给你以撒 神要给你以撒 不是说祂辛辛苦苦给你很多材料 这些丰盛的材料 金银宝石 然后让你去建造一个金牛肚 来取代神 这不是神要以撒给你的祝福 这反而是变成以撒给你的挟制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祈祢来祷告 神不是帮助我们成功的工具 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我们要再次来搞清楚这个观念 我们拥有什么都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经常可不在神的面前 再一次把我们跟祂的关系弄清楚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我们宣告说 祢是我们生命的主 祢不是来帮助我成功的工具 祢是主 我是仆人 祢是主 我是亚伯拉罕 主祢是主 我要献上我的以撒 因为那本来就是祢的 我们开口为自己来祷告 主 是的主 真正的信心 不在于我们要什么 你就给我们什么 主要而是在于 你给我们的 我们都认为那是最好的 主要帮助我们 有这样蜀天的眼光 能够看见 看见你是有预备的神 看见你是祝福我们的神 主要以至于我们愿意 将我们的手放在你的手上 由你来引导我们 走人生的道路 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 一定是最好的 最丰盛的生命 主要感谢你赞美 哈利路亚 主我们赞美你 主是的 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真的是掌王权 举首位 主啊 你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 主你是全德圣 大德圣的君王 主啊 我们真的是要一生 真的是跟随着主 走在主你的道路上面 主啊 我们真的是不看世界的眼目 主啊 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 把我们的眼目 是定睛在你的身上 主啊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那样子的一个位置 主啊 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全人全心 真的是完全的摆上 因为主 你就是我们一生 要遵守 要跟从的这样子的 一个最重要的主 谢谢 谢谢 我们继续来祷告 我们感谢主 施恩赐福 让我们有以撒 我们愿意甘心献上 不被挟制 弟兄姐妹 神不会故意赐你一个以撒 然后让以撒跟你互相折磨 很多妈妈就是这样 跟他的宝贝儿子互相折磨 他应该把他献给神才对的 弟兄姐妹 我们开口祷告 我们感谢主 赐恩赐福给我们 我们跟以撒的关系 不是互相折磨的 我们开口来祷告 主 我们谢谢你 主 谢谢你 在你的恩典当中 各样的福本本来就来自于你 主 当我们感谢献上的时候 主 我们不被挟制 因为这就是神你的恩惠之爱 谢谢耶稣基督 主 谢谢你 主 主 我们谢谢你 主 当我们领受了 从你而来各样的福分 主 或许他成为我们的以撒 但是神 我们的心智就是 我们愿意不断献上 我们生命当中的以撒 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主 因为我们生知 这些都来自于你 我们宁可抓住 那赏赐福分的主 我们也不只是要 这些祝福而已 主 让我们的心意被你得着 主 让我们紧紧抓住你 永远不放弃 是 天父上帝 谢谢你继续地教导我们 如何在每一天 把生命的主权还给你 把生命中最珍贵的以撒 还在你的手中 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彼此的关系 是像以撒 跟他的父亲的关系一样 能够更多的更多的甜美 主要不是彼此来挟制 我们献上赞美跟仰望在你面前 谢谢我们开口了 就最后祷告 就提名把这个以撒说出来 可能是你的孩子 可能是神给你的恩典 可能是神给你的恩赐 可能是神给你的梦想 我们就把这个以撒说 主啊 这个就是要献给你的 求你使用它 求你祝福它 我们同声开口祷告 然后我们一起用诗歌 来回应我们的神 亲爱的祝福 哈利路亚 祝福下美丽 主啊 祝福下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